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板 今天干嘛 今天这一集Vlog主要是 我们在Airvine这边不是我的活动 是我们的朋友美西先生跟美西太太 他们在我们一个朋友开的饮料店 要做一个算是车也不能算车剧 就是粉丝见面招待会车聚会聊天闲聊喝茶的一个聚会 那我们现在呢 我已经在车上了就要开车到这个茶店去跟他们碰面 这家茶店叫什么叫Cherubic Tea Cherubic Tea在Airvine 在那个Airvine的那个marketplace后面的那个Target跟Bank of America中间 如果有朋友要找的话直接在萤幕上 我有放一个那个Yelp的连结 他们这家茶店呢比较特别是他们主打就是完完全全每个饮料呢 叫的都是用新鲜水果现切现制做的 所以对饮料有非常讲究的朋友们呢 搞不好可以去试试看哦 那我们二话不多说我们就上路咯 这边马上就到了就在旁边Super Cuts旁边 这边马上就到了就在旁边Super Cuts旁边 Cherubic Tea 好我们先找地方 我已经看到名人了耶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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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內的學比較搞清楚 對 好 我們現在在 Cherubic Tea這裡 呃 還早 現在還不到1點鐘 而且大家應該 今天有點熱 所以 等一下胡老闆熱情相提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來打混的 打混 對 就這樣 我們是來見胡老闆廣大的粉絲們 最好是我的廣大粉絲們 我地盤不代表會有人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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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我第一季 首酸 第二季像被卡車撞了一樣 但是這比喻很好玩是 請問一下有誰被卡車撞了 其實感覺可以 可以描述那感覺嗎 但是很好玩是我們大家好多人 包括我在內都是用被卡車撞來疫苗 來描述第二次打疫苗的狀況 Anyway 那我現在呢 就是去路上打第三季疫苗 我這次還是一樣的 前兩季都是Moderna 第三季我也是選擇Moderna 好那之後打的狀況 什麼情況會再跟大家分享喔 好這次打疫苗呢 跟上次一樣也是在CVS 不過這次是在另外一家 不同location 不同地點的CVS喔 那簡單來說在美國這邊呢 其實呢你可以選擇混打的 美國的FDA是准許你打Pfizer 或Moderna John Johnson其實都可以隨便你選 就是看是說有哪些啦 目前呢在我這裡喔 Pfizer的比較多 Moderna比較少 所以呢今天我要排到 今天打Moderna 還花了一段時間 但是Pfizer的話 基本上到哪裡都有啦 所以在這邊大家如果選擇 打第三季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喔 一樣15分鐘 這次我比較特別是 我其實我的右手打了那個 流感疫苗 左手打了那個Booster Shot 那這次Booster Shot呢 Moderna的是半個劑量 所以呢 嚴格上來說應該是沒有之前的 那麼糟啦 但是多數人還是覺得說 比上次跟上次差不多 好反正我們現在等15分鐘 回去再跟大家講喔 15分鐘後出來了 其實跟上次一樣啦 那這次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同時也在另外一隻手打了 我的流感疫苗 那像我剛剛之前有講啦 這次的這個第三劑疫苗呢 嚴格上來說 美國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Booster 另外一個叫 Extra Shot OK Extra Shot的意思就是 比方說醫生說 你的免疫系統很差 所以呢 要多打一針 那這個Extra Shot 多打一針的話 它是同樣劑量 跟第一劑跟第二劑量 那我們現在打的這個Booster Shot呢 是一半劑量的 OK 剛剛我也有跟打針的這個醫護人 想喔 他就說對 他沒錯真的就是一半喔 那反正這幾天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會再跟大家講 那現在就到這裡啊 我們回家囉 呃 現在是打完疫苗的第二天立大早 呃 睡覺的時候 你如果 翻身的話 壓到 打疫苗的地方收綁子喔 哇很酸欸 真是 有夠酸 呃 其實 我覺得這次的反應 比第二針好一點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 就是酸啦 嗯 所以 呵呵 大概 大概就這樣子吧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上一次 呃 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在發冷燒 那 今天這次呢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可能第三針 對真的 因為劑量比較小的關係 所以相對來說 反應也沒有說那麼那麼大 啊 那反正 這個 打第三針 這個booster 疫苗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啊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幫大家回答 如果還想看什麼樣其他影片的話 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記得按讚訂閱 按下小鈴鐺 幾包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是胡老闆 我現在再回去睡覺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對 對 呢 1 1 2 4 2 3 3